紧心于,情绪就是心魔,你不控制它,它便吞噬你,所谓朋友,不过是两条原本互不干涉的平行线,在某一个点上发生了碰撞,撞对了,就成了钩,点错了,就成了一个血红的茶,幸福是一种感觉,不依赖深人的权势,不依赖过人的财富,不依赖超人的才华, 依赖的是一颗平常心,产怀一颗小对人生冷暖的平常心,就有人容丰满的喜悦长相伴随,幸福似穿鞋,踪紧自明,幸福如喝水,冷暖自知,如果说快乐是生理的,那么幸福是精神的,如果你的心是乱的,那么,你看这个世上,也就全部是乱的,其实生而为人,怎么可能事事顺心,样样如一呢? 人生有八苦,生,老,变,死,愿增惠,爱别离,无因事胜,求不得,这是人人都要经历的,这是任谁都推不掉也躲不掉的,既然如此,为什么让自己被坏情绪左右,付出不尽悲痛的代价呢? 你想的越多,遇到的麻烦就会越多,如果,什么都不想,反倒一点麻烦没有,同理,你怕的人或者是越多,那么欺负你的人或者是就越多什么都不怕了,反倒没人敢欺负你,你人平好,别人就来占你的便宜,你哼一点,反倒都来逃逃你, 所以,别只是傻呆呆的退让,退让只能给予善良的人才是正理,能让你笑着面对的,就是最好的生活,人之所以会痛苦,就是追求的太多,人生在世,不可能事事顺心, 不要常常觉得自己很不幸,其实世界上比我们痛苦的人还要多,您知道有些理想永远无法实现,有些问题永远没有答案,有些故事永远没有结局,有些人永远只是熟悉的陌生人,可还是在苦苦的追求和等待,坚持该坚持的,放心该放弃的,别让心太累,所有人是,是好是坏都是事实,是喜是忧, 都是心太,心里装着明天,就不会为昨天悲伤,山有山的高度,谁有水的深度,不必攀比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,风有风的自由,云有云的温柔,不必模仿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,不认为快乐的,就去寻找,认为值得的,就去守候,不认为幸福的,就去珍惜,世间没有不被评说的事,也没有不被猜测, 一心而行,做真实漂亮的自己,就武汉先生,不要对爱你的人太过于刻薄,一辈子真正对你好的人,也没有几个,多少人在一切都将要失去时,才会凡人醒悟,爱的宽厚,不能过度消耗,每个人都有脾气,为你的幸福,你要忍下所有的怒气,生活总不完美, 总有心酸的泪,总有失足的悔,总有有深的怨,总有抱憾的恨,生活亦很完美,总让我们泪中待向,悔中顿悟,愿中造喜,恨中深爱,从明天起,做一个这样的人,率心而停,既知而悟,随遇而安,以最自然的姿态和意愿去生活, 你会发现内心深处的快乐,将不可一世的蓬勃生长,不要自己给带来烦恼,也不要带给别人困扰,对自己好,就要用心,对别人好,就要关心,看别人,烦恼喜,看自己,智慧声,体调别人,就会做人,清楚自己,就会做事,人经不起考验,故不要轻易考验于人,走入人心很难, 走入己心更难,心未定,故一切不定,若确定,则当下就定,心情则智生,心乱则语起,烦恼的时候,想一想到底,为什么烦恼,你会发现其实都不是很大的事,计较了,就烦恼,我们要知道,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该发生的,都是姻缘,顺利的就感恩,不顺利的就忏悔,然后放下, 咽度寒谈,咽过儿谈不留影,风吹疏竹,风过儿竹不留声,修行者的心境,就是过儿不留,善待自己,就是要学会宽恕,不在过去的错误中纠缠,就是要学会退一步,不在欲望中挣扎,你能宽恕多少,能退多少, 实际上,就是善待了自己多少,善待自己,其实,就是与自己和解,一个人,若能不跟自己较劲,处处放自己一马,就是致心灵于旷野,给心灵以自由,人致一辈子,不管活成什么样子,都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, 一切喜怒哀乐都是自己造成,生命是一种回生,你把最好的给予别人,就会从别人那里获得最好的,你帮助的人越多,你得到的也越多,你越吝啬,就越一无所有,多点淡然,少点失荣,活得真实才能自在,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,修的就是一颗心,心若顺了,一切就完美了,心清静了,处境就美好了,心快乐了,人生就幸福了,情绪就是心魔,你不控制它,它便吞噬你,当你决定不再在乎的时候,生活就好起来了,提起千金钟,放下二表情,一脸放下,万般自在,有些事,笑笑就能过去, 有些事,过一阵就能让你笑笑,匆匆,是光阴,茫茫,是人生,今年后,渐渐明白,那些可以遗忘的,都是对人生无关紧要的,不想回忆或再现的,从不怨恨,也不抱怨,过去的,就让它过去吧,无论怎样美好,怎样伤感,我们,始终回不到过去,走不尽曾经,重要的是今天,明天, 一个人的内心,要像一捧清澈的水,守候一片自己的领域,无关诚实,无关风月,只是一种善良,一种责任,一种深深的爱恋,情绪,就是心魔,当你决定不再在乎的时候,生活就好起来了,情绪余生随后来,把持无度幸福来,欲吃男人乱发现,起离子散叶矿牌, 佩师,和唐月色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